从小的梦想捕捉宝可梦 没想到今天我成宝可梦了 这真不是广告啊 蹭个热度罢了 五威五宝可梦大乱动 这是一个群殴的局面呐 想吃炸鸡了 黄耗子小小一个 你看跑起来还挺可爱 拿框给他扣上 哦是我 那没事了 队友长得跟野怪似的 一个福特攻击倒是帅气 和队友清理一下野生宝可梦 对面小火龙领着芝麻汤圆过来了 野生宝可梦都强 黄耗子一个福特攻击 抢是抢到了 回来落到芝麻汤圆的毒圈 掉了一颗血 啊纯纯的邪术啊 小火龙使了个大字爆炎 敞上一股烤肉味 队友也是金黄酥脆 黄耗子赶在外交里嫩之前 来了一福特攻击 中路的玛丽露力赶来 对方小火龙来一大字爆炎 哦又加到荤菜 趁着宝可梦多势众 一路追赶 在对方塔下就纠缠起来了 三只宝可梦散发的香味 就把对面的三头炸鸡引来了 那这有点疯狂星期四的意思 队友四散 黄耗子跑塔下加个护盾吧 哎呦这炸鸡跑的也太快了 走地鸡 不是他也有电呢 再见到小火龙的时候 哎呦这孩子长大了 那进化了 此时正在攻击闪电小鸟 被谁打败就成谁的兵线 哎倒是被打服了 连了福特攻击抢一手 抢到了升级的集结招式解锁了 天晴了雨停了 我又感觉我行了 被喷火龙撵的撒牙子就跑 哎呦我开玩笑呢 吃个萝卜回口血 上路不行我打野 打不过我躲还不行吗 再次遭遇喷火龙 黄耗子直接使出集结招式 天崩地裂呀 在范围内直接遭雷劈 喷火龙一个闪一下就冲过来了 那性子这么急吗 黄耗子直接福特攻击 后撤来一电球 喷火龙一声怒吼倒下了 对方黄耗子来的正是时候 那对方喷火龙不这么认为 他参与了战斗 一个福特攻击攻击了辅助 衔接电球之后 放出集结招式 一个福特攻击之后 对方黄耗子只剩彩血 他闪现就跑 接一个电球 时机刚好 电球奔着黄耗子就去了 有鲁班七号的味儿 趁对方上了空虚 俩人都得分 刚好摧毁对方的机分虚 下路宝可梦过于密集了 是放饭了吗 先抢一下这个闪电小鸟 好鸟坏鸟就看是谁家的了 腿短走不动路 团战慢人一步 释放集结招式吧 哎呦对方也放了 这爱撒点小谎的宝可梦 可小心了 紧赶慢赶 上前一个福特攻击 可不敢站太靠前的 一个飞身回来 对方有吊吊的喷火龙 一个电球带走 上面炸鸡跑过来了 跟上次可不一样 我们宝可梦多了 轻松带走 一个没留神 队友都死完了 我也被轻松带走 确实很轻松 再见面直接守家了 对面芝麻汤圆 带着五十几分就过来了 给一福特攻击 芝麻汤圆一闪失进来了 直接再来一电球 喷火龙带着四十几分 迟迟不走 直接集结招式 直接三道天雷圈挨上了 接着一电球 差点带走 扭头一回家 对面的黄耗子 正冲几分呢 一个福特攻击打断 他多少是有点不乐意 扔个电球就跑 还他一电球 他倒是接的准 这会儿宝可梦都集中在中路 这是抢闪电鸟呢 中路正打的火热呢 谁都没注意到 这家呀都让人家偷了 又是这个炸鸡 行吧 这午饭吃定了 这条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